Hello 大家好 我是庞青 我是童健 特别高兴我们又一次见面了 然后今天也是一个特别轻松的日子 并不是比赛 我们到现场来看所有的最终 明天要参加GALA演出的所有的演员 这当中有在这次比赛当中获得前四名的选手 也有东道主主办方邀请的特约的嘉宾 前四名的选手是必须要参加这次演出的 我觉得咱们还是感觉到特别那种正式 今天确实应该是稍微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花上花冰才有最后的演出 所有的项目只有花上花冰有 所以说明天晚上也是闭幕式 但是在早上也是当地时间9点半 开始演出的开始 我们也不知道比赛的票大概是多少钱 但是听说网友说这个是非常的贵 除此之外 他们都说表演的票可能要比比赛的票 还要贵将近一倍 为什么说这次的花上花冰 有一些演出的场次 并没有感觉到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爆满 可能跟特别高昂的票价也有关系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 就是所有的第一场演出和第二场演出的 所有的参演的运动员 他们要在一起把这个opening 还有finale进行一个编排 用最短的时间给所有的观众 去呈现一个集体的一个节目 这相对来说呢 也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跟我们以往参加的这个表演团比呢 就是因为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编出来的东西呢 也会简单一些 对 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所做的这种商业表演的opening finale 那么专业 因为没有编排时间 除此之外呢 这些运动员呢 有一部分呢 是刚刚获得比较好的成绩 另外一个呢 一些邀请的运动员呢 他们加在一起呢 并没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 对 都是偷一次有一些 对 所以说现在看到呢 就是我们之前平常行动去的 果川冰场的花人花冰的这个教练组的其中的一名 今天我们也看到他是在做整个的这个director 在做这个编排coreographer 但是在今天演出的名单 就明天演出的名单当中 我们也是确实有些遗憾 就像在职业演出 这个场上呢 非常有名的 像Patrick Chen 像这个 运动员成绩较好的都是在后面演出 现在都打乱了 可能上半场也有非常好的运动员 然后成绩也非常好 比如说在得得了第二名啊 或者是这样的成绩 在上半场做演出了 现在拿到的这个名单呢 代表中国队参加演出的运动员呢 分别是孙京韩聪 在这个第一场的倒数第二个出场 第二个呢 就是金波阳 是在第二半场 也就是下半场 一二三四 第五个出场 只有这两位选手呢 这参加最终的这个 BIM式演出 对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场地啊 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 然后把那个 做了一个开场和运动员可以进的 一个场地的这个形状 他这个改变的还挺好的 在门口的两侧呢 有两个LED大屏幕 来自于哪个国家的运动员 在进行表演的同时呢 就会亮起哪个国家的这个国旗 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现在看到呢 实际上来讲 在把那个Running Order呢 把那个这个出场的顺序呢 前后顺序呢 在做确定 这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让大家这个都有展示的机会 而且呢 前后呢 不出螺乱 在职业演出当中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easy的事了 但是在奥运会的这个 或者是在大奖赛总决赛 演出之前呢 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运动员 年纪很小 没有参加过职业的这个演出 对这个演出的这种形式呢 并不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出乱了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现场导演 我看也非常慎重 在一个人一个人的这个名字 在这个在确认 其实最早的时候 赛后演出啊 是没有这种集体亮相的 只是开始了以后呢 就是第一个节目的开场 但是为了让大家都到现场啊 没有让有些运动员可能会晚到 然后耽误演出这个情况下 然后就变成了 现在就是大家必须得有一个开场舞的一个亮相 对这个呢 可以就是非常自豪的说呢 这个规矩呢就是我跟庞青呢 这个犯一下的 然后呢从我们两个犯这个错误之后呢 国际华联呢就出了这样的规矩 这是应该是在2007年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两个是获得冠军 获得冠军之后呢 我们认为我们肯定是在整个比赛的这个最后出场 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了 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 我们呢这个位置呢有一个调换 所有的这个演员呢都按照这个顺序呢上场表演 但是呢发现我们没在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这个演出事故呢 也让我们两个这个付出了8000美金的这个罚款费用 自那以后呢 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这个演员能够在演出之前全都到场 现在就编排了这个opening 所有的演员要上场再简单 也要跟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观众呢 所有演员到场跟现场观众之一 在这个正常演出的过程当中按照顺序执行 其实这也是挺好的一个 我猜你 你继续你继续 说说说说说 一会看到的可能就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opening的这个排练了 所以说开场的时候他也在跟你讲 就是说你在喊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呢 你就入场也不需要先行李 只要跟大家招手之意就ok了 然后呢 第一个呢 今天只有 在表演的时候看着没人都那么调皮 是 现在呢 基本是所有的餐演的 这个运动员都到场了 也请我们的这个 学长老师从左侧 一直扫到右边 看一下现在所有的 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到场情况 好 在下面的位置,往直到位置 在前面,很正面位置 在前面,在前面 了解你的位置 如果你在中间做了真正面位置 甚至可以留在前面 跟于Rap和Ales 我们看着 Alex看着我 使劲挥手 看着 Hello Hello So There is no vow on the instruction This is a big wave And Please For your soul apart The vow is not on foresight The people who came for the finale You will remember The ladies paying attention So when you guys are done for your soul So This part will be the first Bow Second Bow And you will be nice This will be your exit area Alright So you can go into the situation So we are going to try One more introduction And then we are going to go onto finale This is the only one 各位網友大家也看到了吧 其實你們看到的 到最後的時候 非常精彩的演出 之前就是非常的 boring 特別的浪費時間 能把所有人都統一在一起 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 現在 TESA來了 現在TESA來了 啊 从来自中国 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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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本 Yuzur Kanyu 所有人都站在这个五环前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拍摄的结束 各个地方的发展 在几个月中的地方 韩国的国家 订阅 每个人都在一边 每个人都在一边 一边都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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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个人都在一边 大家 大家 我们都在一边 我们都在一边 其实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个表演排练跟训练 主要是你怎么感觉能在冰上 能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能表达出来 你就可以尽情地表达 在这当中没有说谁跳三着半四周 谁强谁弱 而是你的节目呢 能够代表你自己 能让所有的观众看着happy开心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其实服装上也不像比赛那么多的要求 服装可能大家会穿的各式各样 而且跟随着自己的这个舞蹈风格来 所以说会很有意思 对你可以多穿点 但你可以少穿一点都没问题 你可以这个无上装也都可以 包括以前的这个在表演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 现在看肺哪里好像还比较复杂 现在看肺哪里好像还比较复杂 在明天表达的像Taisa的这几个冠军就不用说了 这个冠军也是职业表演当中的这个常客 我们觉得这个环节是特别有意思的环节 有很多选手啊 他是特别适合古典那种比较严肃艺术 但是呢像做这种这样的舞蹈的时候 他就觉得特别扭 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发现该谁跳得好啊 以前我们就在这个环节当中就发现 有些选手实际上来讲 那个大跨不会动啊 像什么经常我们所说的顺拐啊 都可能出现啊 一般在这个环节好像冰舞选手更好一点 是不是 是的 冰舞应该说擅长那个舞蹈风格比较多 比较多 然后 尤其是在这个环节 男子大人环和双人环这个男伴 经常有顺拐的 或者是感觉大跨需要上游的 恨迪的 scoring 如果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看到虽然说弹作动作不是很难 但是也是很快你要学会的 所以这也很考验第一次参加表演的小运动员们 快看 看谁疯了 盯着看那个后面加纳那个 穿红衣服那小的疯了 快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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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这Scott经常在表演当中 就是有各种搞笑的这个编排 当然他肯定都会啊 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开心 有的时候领了大家疯 哇塞 真不敢想象 我也想这些人要都是在咱们表演团 可多厉害了 那是谁啊 Dmitry吗 那是谁啊 Dmitry吗 那是谁啊 这些人建设我们宝贝 高利问大家 ATEsD 以往可能这个哎呦 很少能够见到 就是在排练期间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直播 其实这次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特别好的一机会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表演之前要做的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工作 包括编排 这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赛后的一个演出 可想而知在做这个职业的这个表演之前 要做多么大量的这个工作 大家还看到只是演员在场上排练的过程 这背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 场外的画外音音乐的间隔 快看Scott疯了 感谢观看 这个表演在场上排阅 我们是两个集中在场上排阅 我们是日本最高的 我们是一种大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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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托执行 我们是一种大努力的 我们看到现在场景稍稍有点乱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 这太正常了 明天就都好了 相信了 明天就都好好的 这是大家应该之前都已经排练过一次了 排练过可能一次或者是两次 但是今天呢是明天赛前的最后一次排练 因为明天上午呢 比较早的就开始演出了 大家有可能呢就不会再在一起排练了 我来头一次看那个 那是崔多斌吗 演出的时候 哎呀真是经常参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表演 但是感觉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应该让 让他们几位老将能上来演出 一个是节目好 即将离开赛场呢 不如他们的这个职业表演生涯 不一定像你说的就能 明天安娜·卢卡的节目我觉得应该挺好 安娜·卢卡的应该挺好 然后哈维的应该不错 现在艾瑞克的节目也可以 对吧 优劳啊 包括 呃 收梅娃我觉得 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呃 Zagito啊 不知道在这个表演当中 呃 有没有新的节目 呈现 明天上午 明天早上起来的这个演出 这个 我觉得也挺期待的 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赛后演出的水平就非常高 但是有的时候呢 赛后演出呢 就稍微差一些 但是奥运会我觉得 呃 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奥运会的赛后演出 所以明天的这个票也是 是最贵的 听他们说好像最便宜的是 多少钱 呃 三千 合约人民币三千六百块钱 一张票 但是不知道准不准确啊 呃 不准确请大家派专 反正我这个 这个你们也不花钱 我也不花钱 咱们就这个 就看就好了 明天咱们的票 知道多少钱一张 不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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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没有 我 没 在 这个 这是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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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right. All righ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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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ay. I need only pair of skaters on the ice. Only pair of skaters.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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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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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